别再说赵露丝胖了 在路人镜头下 她腰细腿长 赵露丝是个古灵精怪 有着一双傻鼓鼓的婴儿肥眼睛的妖娆可爱的女孩 天生甜美的妖艳气质 一举一动都让人更接近她惹人喜爱的怪体 露丝以圆圆的弯弯笑眼闻名于九五后小花 可爱又不失女人味 圆圆的脸蛋让她看起来胖胖的 然而在她少女般的外表下 她也有很多烦恼 在整个人口中 只有79%的女孩比赵露丝瘦 相比之下 她对大多数人来说显得肥胖 从下往下看 赵露丝一教徒的衣着露出她那张矮胖的脸 但不可否认的是 她的身材修长 腰腿纤细 从她的宝格丽黑色连衣裙就可以看出 著名服装设计师陈采妮称赞赵露丝的造型 显得高贵富贵 她选择穿的黑色连衣裙 完美地衬托了她的五官 收腰的款式紧贴赵露丝 衬托出她的身材曲线 从侧面看 更显单薄 像个纸人 由于其细长的外观 人们将手机的设计称为竹竿 这证明人是可以自然显瘦的 这款黑色连衣裙的紧身S型侧缝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整体流线形仿花瓶 强调臀部和小腹 通过从臀部到膝盖的收紧 下半身的到三角形扭曲了透视 并突出了臀部感 这种吸睛的设计拉长了穿着褶的双腿 营造出吸腰长腿的效果 时装设计师称赞 胸部镂空蝴蝶结设计师款式中最美丽的一面 这展示了优美而令人印象深刻的腰臀底 此外 轻微的曲线增加了这些令人惊叹的外观的整体外观 这种设计使时尚性感的形状显而易见 没有女性化的装饰 该设计彰显了佩戴者作为时尚偶像的地位 恰如其分地 无领结的全黑连衣裙瞬间变成了一件普通的衣服 没有任何额外的好处 这条裙子的领子和袖口样式有助于定义其整体形状 宽阔的袖口勾勒出双手 同时向上倾斜 使胸部更加垂直 此外 宽袖将注意力向上吸引到更令人愉悦的圆润体格上 还有 喇叭的手下垂实 袖口的位置是在臀部最突出的部位 它们从远处连接到臀部 使整个臀部看起来更圆润 更饱满 普通人如何选择显身材的裙子 为不同身材 挑选裙子 要注意剪裁 避免选择包裹身体的款式 这样会显得人更瘦 相反 选择收紧身体特定部位 如臀部或尾巴 的款式 因为这样会显得更性感 身材有瑕疵的姐妹们 可以选择既能凸显身材 又能巧妙塑造腰线的款式 这创造了苗条 迷人的身材 而不会进入令人不安的羞愧阶段 如果你是瘦到一无所有的妹子 可以选择收胸收臀 松腰的款式 这样可以打造出曲线性感的身材 臀部和人鱼设计的配饰 可以矫正O型腿或X型腿等扭曲的腿型 这包括遮盖畸形 并打造优雅大长腿的裙子 注意露出适当的皮肤部位 有利于提升自己的魅力 人们需要了解适合它们的曝光量 过多的暴露或不适当的区域 会导致俗气和肤浅的感觉 大多数人应该露出皮肤的大致高度 是锁骨或膝盖上方2-3英寸 使肩膀和锁骨之间的区域成方形 使穿着褶显得更苗条和苗条 这也将突出的锁骨 驯服成更优美的弧度 另外 裸露的胸部会瘦下来 并拉长脖子 直到它变得几乎不存在 这反过来会影响其他人 如何看待一个人的脸 使它更小更圆 扩大大腿可以显着增加女性的吸引力 诱惑力和性欲 因此 大多数裙子不宜太短 以保持性感 但是保持在2-3个膝盖的高度 并不能使裙子显得性感 因为它太高了 相反 在不注重奢华的情况下 露出大腿会导致不受欢迎的时尚选择 为了完善它的整体形象 我们需要合适的服装和妆容 来平衡它精致大方的特质 这给了它更多的威严气息 首饰应由金属 珍珠 钻石 或任何其他有纹理的材料制成 它应该闪亮 时尚 酷 或者 它可能显得太大 或者 人们可以选择小巧紧凑的首饰 这样会显得更精致 正确的化妆风格 需要使用浅色纹理和尺寸 他们还应该遵循简单的发型 以增强自然美感并保持理想的镇静 赵露丝身材苗条 身材高挑 五官完美 颜值不凡 将来不再以体重来衡量某人 他们几乎像闪电一样薄 男艺人市场分析 杨阳是偶像之神 肖战是全能型 龚俊是二粉为王 市场份额最大的艺人 是兼具偶像和音乐人角色的杨阳 什么角色都能演的音乐人肖战 以及身受歌迷和文艺爱好者欢迎的二粉为王龚俊 艺术家为他们的成长制定计划很重要 有些人选择专注于他们获得的知名度和流量 而另一些人则选择缓慢而安静地发展 直到获得成功 这导致不同的增长计划 导致不同的市场 近日 当红男艺人被网友盘查 他们的结果表明 他们有很多粉丝和相当高的知名度 其中几位男艺人目前都有新作品播出 包括龚俊 杨阳和肖战 这证明了他们在公众中的受欢迎程度 从公开的网民趋势来看 肖战被认为是非常强大的 他的人气在陈情令的推动下 人气不断攀升 他的大多数长期粉丝很快就会失去兴趣 抛开人气不谈 肖战的人气一直保持稳定 没有任何外在迹象 从他们一贯的态度 可以看出他的粉丝对他的坚定支持 人们觉得一旦他们喜欢他的作品 他们就会无法控制自己 他的多才多艺 从他主演的戏剧中 融入的各种主题可见一般 他参加了一部定于明年播出的古装剧 此外 他作为公众人物的最初几年 专注于古装剧 杨阳在男艺人中很早就成名了 他在职业生涯早期发布了许多流行作品 人们经常评价杨幂演现代偶像角色的能力 是因为他的颜值 但是 他更喜欢军事故事情节 杨阳完成了武功 颜值很高 他还具有非凡的气质 由于杨幂主演的影视剧热播 不少热门 好批的粉丝也成为了他的粉丝 此外 由于杨的人气 许多受热门节目启发的作品也被创作出来 杨阳的电影之所以火爆 是因为他出演的多部军事题材的电影 不过他的热度却落后于现代偶像剧 因此 杨阳的电影中出现了漫画中的男主角 研究了龚俊目前的一些工作 龚俊最期待播出的两部剧是《狐妖小红娘》和《安乐传》 这两部剧都是计划的第二部 由杨幂和迪丽热巴联合主演 这些节目的大受欢迎 归功于龚俊的成功导演 表演不只是由一个人表演 这是一项涉及全体制作人员的协作工作 任何好的作品 都是每个演员能够刻画角色细微差别的直接结果 这就是演员成功的原因 人们也看好陈毅 白敬廷和谈剑刺的市场 陈毅和白敬廷都在稳步前进的同时 也在努力取得成功 白敬廷因为和宋毅的关系 还有他的新剧 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 无论是商业性的 教育性的 戏剧性的 政治性的还是宗教性的 表演者都应该用心对待自己的角色 努力创作出艺术作品 这样做将为他们赢得评论界的赞誉 和公众的认可